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琳琳 你真的是个好女孩 是小薇辜负了你 我们也没有处理好两家人的关系 特别抱歉 娜姐 你别这么说 也的确也有我的问题 小薇呢 确实是做了一些挺浑的事 但是在我心里她还是一个很靠谱的弟弟 怎么说呢 如果男孩子和女孩子差不多大 那这个男孩肯定是没有女孩成熟的 我不知道你们俩商量得怎么样了 但是作为姐姐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再给她一个机会 其实 我们并不是因为冲动而离婚的 我觉得 我还是挺爱小薇的 只不过缘分到了吧 现在两家都闹成这样 我们也收不住场 你们要珍惜啊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你挺爱小薇的 我能不能恳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们都还年轻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做了什么错事将来会后悔的 我知道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给彼此一段时间 好好冷静冷静 来确定一下我们并不是因为冲动而离婚 这样就算离了婚以后 也不至于后悔吧 不是说好了最近不见面吧 什么事这么急也非常过来 想你了呗 咱们俩的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还有必要遮遮掩掩吗 为什么不能明顺言顺地交往呢 你先让我把全胜拿回来吧 我最近真是焦头烂额 每天想的都是融资的事 在你眼里就只有权利 其他什么都可以抛弃对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这点自觉的有 公司的实权没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我要你去找杨雪瑞 让我当制作人 只要我主控了这个节目 我就有办法帮你夺回控制权 你是非要躺这趟浑水吗 你好好的主持人不做 非要惦记着那个制作人的位置 你图什么呀 我现在接受审查 我已经没有权利参与公司决策了 今天在这儿求你的要是张晓娜 你还会这么说吗 好? 一些头不能复制 龙ika 李 老细 请你喝咖啡吗 谢谢 什么东西啊 惊喜 林笔 我知道你在调查狗仔的事情 我不想让我的女人受一点点委屈 所以这事我办 怎么办到的 我知道这个办法很土很俗 可是在全宇宙它最有效 你喜欢一个案子吗 不 再见 没错 我是收了苦奇公司的钱 徐伟案跟文天心的事情 是他们先雇了私家侦探 然后呢 我去爆料 他们想干什么 我不关心 我只知道拿人钱财 替人消散 你现在明白了吧 那又怎么样了 我就是特别希望我们俩能够 坚持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做好 咱们俩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像一只刺猬呀 那么有攻击性 你现在事业做得很好 很多人都关注你 有人喜欢你 就会有人恨你 妒忌你 想害你 但是这些人里面没有我 没有我赵小娜 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 要学会示弱 保护好你自己 就等于保护好了老徐 我觉得老徐是一个不错的人 算是个好人吧 走了 走 像你这种情况 全国也没几个医生能看 我知道 风险太大 治疾力又很低 治疾力又很低 说实话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喜欢这种水果吗 这是什么水果呀 我见得没见过 好 长得跟你很像大黑葡萄 你亲自洗的啊 是 当然 那我就亲自吃一个吧 好 我来喂你 看 黑葡萄变成绿色的了 真好吃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要我认真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嗯哼 我爱你 你能一直对我这么好的吗 那是我的使命 和我的责任 也是我生下来的目的 回答得非常好 我过关了 没有 帮我把这片的针打完吗 我想带着我的荣幸 你 您好 您好 这什么您 这个你是 您好 您好 请问长青在吗 你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麻烦你 帮我把他叫出来 那么请问您是 我是长青的妈妈 青江我 对不起 也许我这样叫得有点早了 来来 您您您进来坐 请你帮我把他叫出来 哎 妈 您怎么来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 我在这儿吃葡萄呢 谁来了 谁啊 谁啊 伯母 马上跟我回家 不是 妈 我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大家就 这 我的脸 都让你给我丢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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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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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兰 梁兰 梁兰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不觉得你这么硬闯进来质问我 特别没有礼貌 你为什么 答应过我明星的诞生 一个员工都不裁掉 你为什么要出尔反 你反耳啊 我反悔了 你太任性了 不可以吗 你凭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我并不知道 你们组里有这么多人 而且你们也根本 就不需要这么多人 你根本不知道 我员工有多少个人 你都把他们裁掉了 你凭什么 你知不知道明星的诞生 是咱们公司 最盈利的项目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现在整个全生 就靠你们明星的诞生 要活什么 你裁员工 然后加大他们的工作量 你根本就是在杀鸡取卵 张晓纳 你太自信了 裁你的人就是要告诉你 再整个全生 是我说了算 全世界都是你说了算 你知不知道一个公司 是以做成项目 为最终目的 你带着一个人情感来工作 只会毁掉全生的未来 成败得失我负得起责 倒是你 张总监 你还是好好关心一下 你自己吧 我们这间谈话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离开了 你从医生学院办公室出来的 你从医生学院办公室出来的 他有没有难为你 没有 你脸还疼不疼 我没事 昨天的事弄得很难看 对不起 像我这样的人吧 早就应该消失了 只要我消失掉 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么简单的办法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要干什么 逗你呢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是最蠢的办法 我不会这样的 走了啊 我让你受苦了 爱上我让你受苦了 我就知道 这样想到怎么可能不去找你告状呢 只不过没有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 不过想要英雄救美 不是要靠效率就可以的 关键还是要看你救得了还是救不了 你都想了 她没跟我说什么 但我想知道 你要针对小娜到什么时候 我的任务是挽救全胜 打压张小娜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谁让她搞不清状况 会觉得我让全胜越来越糟呢 如果你是针对工作的话 我也得要替小娜说两句话 你误会她 其实她想 她怎么想 我毫无兴趣 我只对你有兴趣 因为你在全胜 所以毋庸置疑 会接近我的所有 去帮全胜渡过难关 是 我希望你把所有的兴趣都搁在工作上 无论你怎么说 我都还是那句话 我的心里只有你 非常感谢 这是你的权利 我无权干涉 但是我要告诉你 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人 她叫张小娜 对不起 老冠 怎么样 这些程序好多都是小威胁的 她的算法比较奇怪 我们得先花点时间搞清她的逻辑 好 你先忙 喂 小威 长青哥 你答应我那个倒车雷达 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 那个回头再说吧 你 你先回来吧 公司乱的一锅粥 不是说好实天降的吗 现在才是第八天而已啊 回来吧 回来吧 先回来 不是我这边 我 回来吧 出来了 出来了 你们先别跟我习动 先别听我说 公司现在正在想办法给我们写 你点一下对不对 肯定会想 还有人 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能不能想出办法去摆平那些人 我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去做的 你让我怎么办 你要是处理好身后工作 他们还会聚在那儿吗 现在你想推脱了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是 不是 我现在真的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管 你去想办法摆平他们 干嘛要玩我的车啊 见不着你人 我只能玩玩你车 为什么要在这里面玩啊 官员领导到现场审查 怎么了 怎么大家都在聊天啊 娜姐啊 大家现在对公司裁员特别不满 现在就连没被开除的员工 也都找借口请假了 所以才让你先来看我这一样的 看来大家都是要拧成一股神 跟高层对着干了 我现在担心节目 总不能前功尽弃吧 我去找了杨雪瑞了 人家认为她裁员是应该的 还是一股行慢 如果这个节目黄了 对全盛是太大的打击了 你们都是全盛的老员工 你说我说得对吗 你不能看着全盛 就这么一蹶不振吧 娜姐 那你说吧 怎么办 我听你的 我说怎么办啊 该陪练还得排练 把一些请假员工的叫回来 哪怕进度慢一点 那也得排呀 快去吧 好 就这么办 去鼓动一下大家的士气 别老玩了 肯定 娜姐说什么我肯定听了 我们这活还得接着干 好 来吧 走 我认什么意思 认什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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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干嘛 快 哎呀 你没事吧 黄总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打得跟熊猫一样 我送你去医院走 没 没事 我就是这里 一会儿疼 那更得去医院了 走 小薇 谁啊 我这儿堵得慌 他们都是我亲手招上来的 我又一个个把他们给开了 这全事是要完的 什么情况 小薇总 我我们去查情况 不 我们直接去报警 小薇不用 他们也不容易 谢谢啊 我 没事 你慢点啊 你慢点啊 你呢 我呢 你呢 你怎么会给你帮我 我总得要帮你帮我 他告诉我 他说我 你呢 你这多少钱 你就不能就 听简短的 还是想听舒缓的 都来一遍吗 现在闹到这个份上 以我个人的能力是解决不了的 你什么意思啊 是一定要让我亲自解决这个事情是吗 那公司要你们干什么去的 杨总啊 你要是觉得我能力差呢 那你把我开了吧 你这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想跟您说呀 您这种做法合适吗 你这是在饮阵止渴呀 不是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全胜到了今天这个份上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应该做三件事 第一呢 就是团结 二 团结 三 还是团结 天时地利人和 人和最重要 钱能解决的事情 这个都不是事 你没来公司之前 全胜就是这个状态 那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对吧 你要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那就会影响你的仕途 比如说这事吧 你非得要裁员 那你相对地提高点赔偿金不行吗 你觉得呢 我考虑一下 你先出去吧 好 那你慢慢考虑 这个我是拿还是不拿呀 好 你跟长青怎么样了 你管我跟长青怎么样了 你过来 你过来 坐下 你想好了没有啊 跟冯玲玲怎么办 她跟我说离婚了 然后 我在微信上答应她 你们真是要赤裸裸地炫富 在微信上谈离婚 怎么不发朋友圈呢 我好去给你点个赞呢 当时她提了离婚 我一是生气 就答应了 你不知道女人 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吗 她说要给你离婚 就是希望你去挽留她 她说她不想要你了 她就是希望你去找她 这道理我知道啊 知道你还答应她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道理的吗 那现在怎么办呀 你是什么态度啊 现在 我是有点后悔了 作 你就作吧你 难怪冯玲玲最近心不在焉的 你知道吗 公司最近开了好多员工啊 要不是黄启阳把她保下来 你这次回来就见不到她了 黄启阳保了她 我也觉得奇怪 但真的是黄启阳保了她 我今天还碰到黄启阳了 她被人打了 她 她被人打了 她没事吧 生命危险倒是没有 我当时去帮了她 姐 你说公司现在怎么这样啊 我都有点搞不懂了 我估计今天打她那帮人 就是被公司开除的员工 去找她报仇了 还有可能 其实她也算是对全盛 忠心耿耿了 你说我以前是不是对她太过分了 可怜之人比有可恨之处吧 灵力 灵力 你放开 你别再跟着我了 灵力你就替我解释嘛 判了刑的犯人还能上诉呢 你怎么就不听我解释啊 灵力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句话 灵力 灵力 吕晓伟 你能不能别老像一个泡泡糖 要跟着我啊 你知道你现在完全就是一个 我脑肺 灵力 我就是离不开你 我爱你 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我就问你 你到底还爱不爱我 你还爱不爱我 你还爱不爱我 吕晓伟 你别傻了 你还爱不爱我 晓伟 找死啊 你俩有病啊 你给我吓死我了 你就知道啊 你要是他真的着急 我怎么办啊 你俩有病啊 灵力 你知道吗 我 我的眼里只有你 莉莉 你 真原谅我了 好吧 我承认 我还是挺爱你的 但是 不能马上原谅你 没事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等你 我等到 你原谅我的那一天 不过你要先答应我 不能离婚 但是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再好好想想 静一静 好了 快回去吧 您好欢迎光临 刘先生定的位在在 这儿呢 老黄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副打扮 用不着这么紧张 不就是跳舞槽嘛 躲打的事 用不着这样 感冒了怕承染你 原来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全盛 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咱们长话短说 只要你能来我们酷齐 公司会给你更多的激励股份 而且薪水增加百分之五十 怎么样 够一丝吧 好 怎么 条件还不满意啊 不是 挺满意的 就是想让您再多给我点时间 我再考虑考虑 行 这是我的名片 有事儿打我电话 喝茶 老徐 该汇报的我也都给你汇报了 你给个准话 我是跳槽啊还是不跳槽啊 这是好事儿啊 说明你现在其祸可居 这么多年你在全盛的业绩能力 业内也是有目共睹的 再者说了人家出这个价挖你 那是说明 酷齐真需要你 需不需要的咱先不谈 你说全盛现在这种状态 我也不放心走啊 老黄啊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有些事儿我对别人不能说 我对你得交实力 全盛能不能挺过这个坎 我心里完全没数啊 那几个资方我还在聊着 都是趁人之位啊 真是张开大嘴等着吃肉啊 我得再考虑考虑啊 你不是说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吗 钱揣在自己兜里不是问题 现在都是画饼冲击 全盛到了这步田地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你 只要你自己想好了 我这不是问题 让你这么一说啊 哎呀我是更不放心了 文总监最近怎么样 托宁的服务以前一天就能录完的 现在必须得加班 是吗 那辛苦了 不过看到你们这么勤奋 我也很欣慰 打算重新对你 和张晓纳进行评估 不过我看文小姐 你是完全有能力 可以胜任管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上次杨小姐 不是义正义自言地 拒绝了我的好心见义吗 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是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这事我也不瞒你 我喜欢长青 并且已经得到她母亲的认可 长青以后肯定会是我的 所以我想现在 是重新考虑文小姐建议的时候了 相信你也知道怎么做吧 不是 文主持 现在正是公司风雨飘摇的时候 真没想到文主持 还能按时采态 不容易啊 怎么 难道在你眼里我变傻了吗 咱们俩的未来都在总决赛上 眼看开波再济 我们应该好好交流 摒弃前嫌 合作第一 我又怎么会懈怠呢 能告诉我笑点在哪儿吗 没有 就是 被你的冠冕堂皇给吓着了 其实我说的也不是空话 毕竟你那么喜欢小楠 做好总决赛 不也是你最希望的事吗 怎么 这事大家都看出来了 你表现得那么肆无忌惮 难道还怕大家看出来 也没有 不过对我来说啊 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我都无所谓 我有我自己的处事原则 还有我自己的底线 一直没看出来啊 原来你这个人那么有担当 不像有些人 表面上看对小娜真心实意 其实压根就过不了世俗的坎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随便一说 你别往心里去啊 别别别 你还是说清楚 你不是说清楚吗 长青的身世你不知道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重要吗 温主持 你肯定特别高兴我能这么问吧 你什么意思啊 温主持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傻的人吗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对我 多少还是有点用处 我对他说 我还是真的不认为 你没看起来 直播 你没有想管 我会不会 你 口渴吗 你还行吗 要不是因为呢 我们小的就早就在一起了 可惜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你给不了她幸福 龙虹歇的 你凭什么说我给不了她幸福 那你凭什么说你能给得了她 她幸福 凭我是常青 常青 大少爷 你要不是常青还好 你能给得了她幸福吗 和你妈呢 你妈能给她幸福吗 她嫁到你们家去 你妈能对她好吗 再来一瓶 再来一瓶 刘大通 你这下手也太重了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怎么是你啊 我听你爸妈说了 你在这儿过得不幸福 而且结了婚还让人给骗了 我 得 甭说了 哥懂 就算是你离婚了我也不介意 大通哥 你说什么呢 你看 我这都扯哪儿去了 是这样 我呀 在咱们老家开了个健身房 那也算是赚了点钱了 在咱们那儿算是个黄金单身汉了 你说你在这儿住这么小的房子 我觉得你不如跟我回老家算了 我才不回去呢 大通哥 你这次来不会是给我爸妈当睡客的吧 那不是 我从小就疼你 我看你过得不幸福 我担心你 别担心我 我挺好的 你今晚住哪儿 我一会儿送你过去呗 住哪儿 我这一下火车就笨你来了 我也没地儿住啊 我们家门口有一家快捷酒店 我现在送你过去 别别别 你说在这儿我谁我也不认识 要不我住沙发吧 别别别 不行 你不能住我家 我接个电话啊 叔 大通啊 见着灵力了吗 见着了 我现在就在灵力家呢 见着就好 这几天呢 叫灵力带你好好转转 有事呢 你让他去办 得嘞 你放心吧 叔 你把那个电话给灵力 你爹 喂 爸 你大通哥人生地不熟 就让他住在你们家 你好好招待招待他 没事啊 你就多跟大通哥聊聊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先挂了啊 好啊 刘大通 你可真是够狠的啊 你 你干吗去啊 灵力 灵力 我刚来 你不跟我聊会儿啊 聊什么聊啊 都这么晚了 睡觉 好 好 那你给我拿重备啊 省得你向我爸妈告状 刘大通 刘大通 快 赶紧 来 趁热吃了啊 我买的油条 黑米粥 刘大通 你哪儿来的钥匙啊 我翻的包啊 谁让你翻我包了 你给我出去 不是 干吗 不是 你走才不吃了 给我吃了 给我吃了 那你不吃了 吃什么呀 我吃什么药你管吗 我 你赶紧给我走 那行 你下边早点回来啊 快点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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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绑架我啊 下车 闹够了吗 什么时候回家 让我回去可以 除非您跟张晓纳道歉 休想 那就别谈了 站住 不是这个张晓纳 给你灌了什么名的 你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在钱上约束过你 现在看来是我太纵容你了 让你得到的一切太容易 你根本不知道珍惜 既然你不听我的话 那就把我送给你的车 和那张黑卡都交回来了 车子你让他们开过去吧 我非正好呢 不举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答应 你姐到现在也没有回过我电话 也没有回过我消息 我完蛋了 林丽丽对我还不是一样 林丽对我还不是一样 你们跟我这情况不一样 你们没事 你们是夫妻 床头吵架床尾河 咱们这不是一回事 当然如此吧 可是我这次 好像真的把你那种生气了 哥 要是我像你这么成熟就好了 What 我成熟 是啊 我跟你说啊 从你带我进公司的第一天起 我就一直在偷偷地观察你 我从小到大 就没有见到过一个像你这么 睿智聪明 有勇气的真男人 还好你已经结婚了 不然我会误会你的 就冲你对我这个评价 你的事 我管定了